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心跟平衡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所带来的影响 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玩游戏的乐趣 小朋友 我们也可以把重心跟平衡这两个关键字 放进我们的生活应用里头哦 比方说我们在战力 在力政战好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够弯腰驼背 不可以乱站啊 站的那个姿势呢 都怪怪的 这样子重心不稳的时候啊 要是不小心有人撞了你一下 哎呀 你不平衡就会立刻跌倒 还有啊 我们坐着的时候呢 特别是我们当学生哦 每天呢 都花好长的时间坐在教室里头 嘿 坐在教室里坐着也很累 对不对 可是呢 一旦累了 我们就会弯腰驼背啊 然后呢 会一下子往左边靠 一下子往右边靠 这样啊 靠来靠去的 可是这个样子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哦 它不仅会造成我们的姿势不良 还会造成我们的脊椎侧弯 这一些啊 全部都是因为 我们的身体没有保持一个完美的平衡 所带来的困扰 还有呢 我们讲到重心 就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要把人生的重心放在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上 如果说我们放对了重心 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保持一个完美的平衡 啊 小朋友 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生活里放错了重心呢 比方说我们在一般的生活里 我们对同学就特别的好 可是我们常常对爸爸妈妈不耐烦 哦 好不平衡哦 还有啊 我们超听老师的话 我们不太喜欢听爸爸妈妈的话 哦 好不平衡啊 还有 我们最常把重心放在玩乐的事情上 哎 我们最不喜欢把重心放在看书跟写作业这件事情上 哦哦 好不平衡哦 小朋友 昨天的节目里头我们有提到 天赋确实有把重心跟平衡放在我们的身体里 那有没有放在我们的心里呢 这个啊 就要等着你在节目过后 自己好好的来思考思考 反省反省了 高丁姐姐相信哦 天赋确实有把所谓的重心跟平衡也放进我们的心里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 重心不稳就跌倒了 所以我们要请求天赋来帮助我们过平衡的生活 嗯 讲到这个 爸爸妈妈也是哦 爸爸妈妈也不能常常为着工作上的忙碌 就忽略了陪伴孩子的时间 爸爸妈妈也要来过平衡的生活 如果爸爸妈妈觉得平衡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来向神祷告 一起来求天赋 帮助我们一家人都来过上平衡的生活 如果说爸爸妈妈觉得工作赚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 那高丁姐姐呢 可以推荐爸爸妈妈收听这一段时间里 高丁姐姐所主持的绝妙当家 在最近的节目里 高丁姐姐有介绍工作跟休闲保持平衡的生活方式 提供给小朋友 也提供给大朋友一起做参考 希望大家都一起来过和谐平衡的生活 我是高丁姐姐 我们明天见 哦 别忘了 你也可以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卡捧 来收听欢乐卡卡捧完整的节目 就这么说定咯 我们完整的节目里跟你再见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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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